好 接下来介绍Lesson 4 School of the Future 未来学校的paragraph 2 第二段 第二段的第六句 Student will not be sitting in a classroom Fasting a teacher standing in front of blackboard 我们先来看这句话 未来的孩子会怎么样 一开始他前面都有介绍到 他不会用纸张跟不用笔了 同时那个learning device 那个学习装置也会更好 那孩子还会遇到什么事呢 还有改变的地方哦 未来的孩子 Student will not be sitting 未来的孩子将不会再坐在那里了 他这里有一个未来的be动词加ing 这个时代叫做未来进行式 为什么他用进行式 因为他想强调 强调未来这种可能 坐在那里不动的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Student will not be sitting 他用这种未来进行式的感觉 有强调的语气 Student will not be sitting in a classroom 以后的孩子二三十年后 绝对不会只是坐在教室了 然后说他就是干嘛 Faxing a teacher 不是就面对老师了 And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blackboard 他们不会只是面对老师 那那个老师干嘛 这个老师呢 他是standing in front of blackboard 他们就是只是站在前面 然后拿着麦克风 跟黑板 跟下面的学生说话 就只有这样的方式了 以后不会这样子 所以Faxing a teacher 好这些孩子呢 不用再面对老师 然后老师干嘛 老师呢 standing in front of blackboard 各位有看到这里有个中瓜糊吗 可以帮我把这个中瓜糊呢 一样标记在你的句子上 这其实一个分词构句的句子哦 那我们记得吗 分词构句其实是谁精简来的呢 它是关系子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的还原 这句话变成 Student will not be sitting in a classroom and Faxing a teacher who stand in front of her blackboard 我用颜色帮同学标记哦 这个standing分词构句 ing主动用ing standing 其实它如果还原是叫 who stand 可以哦 那这个who是指谁 这个who就指前面这个teacher 我用同样的反白帮你做标记 这个关带who指的就是前面这个teacher 所以孩子将来不可能就住在教室了 而且也不用再Faxing and Faxing a teacher 不用再去面对一个老师 那这个老师干嘛 就站在前面而已 who stand in front of blackboard 就是站在黑板前而已 好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facing呢 会有同学说 老师 啊为什么这里的be sitting之后 这个第二个动词又faxing又ing啊 其实这个facing有省略哦 它是哪两个字的省略呢 它是把这个and的省略掉了 有没有看到 我们用同样的颜色标记 所以是and的facing 那它把这个and的省略掉 因为呢 这两个动作啊 这个sitting and fasting 是一个同时接续的坐下去的 对不对 我们屁股坐下来 然后脸就朝着老师 这两个动作其实是连着发生 所以它把那个and拿掉 其实ok的 第二个动作直接就给它ing 所以就是sitting faxing 那其实还原回去是sitting in the classroom and fasting 好 那么看一下下面的介绍 所以这里的faxing的teacher a blackboard 这个等等是个分子构句哦 好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补充 那这个and其实是连接着 本来两个ing sitting and eye fasting 那它把这个and的省略掉了 把动作直接改成ing 这个例句 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同测95年 有考过 我们来看例句哦 my mother look at my father with a smile 我的妈妈看着老爸 然后脸上挂着笑容 好 然后看着之后呢 thinking在想着 what she was going to fix for him 他在想着 他呢要为他煮什么 这个fax除了当修理 还可以代表煮的意思哦 他在想着要为他煮什么 各位没有看到 这里其实and的省略掉了 第二个动词直接用thinking 因为look and think 对不对 那第二个and的拿掉 就直接改成thinking 这个文法就是and呢 连接两个动词 其实这个第二个动词 其实可以直接改成ing 因为它在告诉你 这两个动作是接着发生 你看 Jenny get off the bus and wave to her boyfriend Jenny下车 然后就顺手 就开始挥手 跟男朋友说再见 下车挥手 两个动作是一起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直接写成 Jenny got off the bus waving to her boyfriend 直接可以把and的省略掉了 wave这个字就改成ing 表示两个动作同时进行 再来呢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分词构句standing 这个standing呢它其实是我们刚刚的who stand这两个字的省略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简化呢 来我们看一下 因为啊分词构句standing 分词构句分词本身也有关带的功能 分词standing它可以当代名词跟连接词 所以who也可以啊 那我们一样的功能的话 我们可以让句子在更精简 那和乐而不为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who省略掉 各位判断一下这个sting呢 这个站在那里啊 对于这个who是主动还是被动 这个人站在这个老师站在这个讲桌前 老师是主动站着的 所以who省略掉这个动词就改成什么呢 改成ing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The man smiled at me look familiar 那个男人对着我笑的那个男人 他看起来非常的熟识 其实这个smiling at me 其实他本来还原成的是这样 The man who 有看到吗 The man who smiled at me 那个对着我笑的男人 look familiar 看起来很熟悉 其实他把这个who省略掉了 那微笑对这个男人来说是主动的 所以就变成你现在看到的smiling 好 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 我们刚刚所学的分词构句 分词构句呢有两个功能哦 分词有pp分词有ing 主动用ing被动用pp 它的功能就是它能够代替代名词 它也可以代替连接词 所以才能够这样子省略 好 接下来看第七句 所以instead 相反的 刚刚有看到相反的 副词摆句手打个兜号 后面就不加任何东西咯 所以相反的未来的孩子呢 不用面对老师呢 他们要干嘛 不用面对老师 不用坐在教室 那以后的学习会是什么样貌呢 他告诉你哦 相反的 未来 the student will use their devices to see virtual teachers who might be coded clouded instructors or teachers in far away cities 然后我们看这句话 相反的 以后这些孩子将会使用的是一些装置 一些仪器 一些呢 学习装置 然后去干嘛呢 to后面加圆米表目的 他们使用这些装置是为了to see 然后去看到一些 然后去看到一些virtual teacher 他们看到的老师是特别老师 叫虚拟老师哦 virtual teacher 这些虚拟老师怎么样 来老师现在反白的virtual teacher 他是先行词 后面的who是关带 所以呢 这些孩子未来用的是学习装置去看一些虚拟老师 然后这些老师呢 who might be called 这些老师也许会被叫做什么名字呢 这些老师呢 会被叫做像是云端的指导教授 cloud instructor 翻成云端的指导老师 云端的家教 云端的指导老师 或者是一些老师 或者是叫做老师 住在很远的城市的老师 teachers in far away city 住在很远的城市老师 这些住在很远的或者是虚拟的 这些云端教授 以后你都可以透过你的learning devices 你的这个仪器装置to see 去看到他们的课程 好 再来第八句 a lot of teaching 所以未来啊有很多的教学 will be online and often international meaning the instructors might actually be locat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所以呢 其实啊以后的教学 这个teaching是名词也是我们的主词 以后孩子们的教学 将会通通be online 其实都会在线上哦 而且often international 而且以后可能频率会很长 通通都是国外的 international不同国家的 international这个字可以当国际的 或者是国外的 它什么意思 什么叫online又叫做international 线上又国外 which mean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meaning learn instructor指的就是呢 learn instructor以后以后看到的这些老师 这些指导老师呢 my actually 事实上哦 也许事实上be located 他们就被位在哪里呢 被位在in different countries 在不同的国家 跟你完全不一样的国家 这样可以哦 那接下来我们来告诉你这个meaning 这句黄色荧光笔画起来的句子 它一样是个分词构句 来我们用个中瓜糊 大瓜糊帮自己刮一下哦 在这个大瓜糊中间呢 这个大瓜糊这个meaning 叫做分词构句 其实它的原句长怎么样呢 这边 a lot of teaching will be online and open international which means 各位有看到吗 这个meaning 其实本来是有关带的which mean 所以它指的就是呢 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教学 这些线上或者是国际的这些教学呢 这个件事情呢 本身的意涵 你看我翻成本身的意涵 既然是本身的意涵 所以它其实是主动的意思 所以当你把这个which 把这个which省略的时候 本身意涵这个mean就要改成ing 因为是主动 好所以呢 这个国外的教学 这个线上的教学 本身意思就是指的 我们的instructor 这些指导老师呢 不是在你的同城市里头 他们呢 my actually 事实上他们是blocate 他们是被位在 这里有个b动词加pp 被位在不同的城市跟国家 可是透过网路 你可以上到他的课 好 那这里有补充的说法 各位可以帮自己记住在旁边 此处呢 这种形容词改成分词构句啊 分词构句 这个which是省略调 那因为means是主动改成ing 同样的还有 the heavy rain prevent us from going hiking 这场大雨呢 预防了我们 阻止了我们 没有办法远离了 没有办法go hiking这件事 所以呢 which means 所以这件事情呢 本身的意涵 which means we have to stay home on the weekend 我们这个周末需要待在家 有看到这个mini